荷内宗 与伍一盯 那希望能透过令狱这个平台 能让大家有更多生意层的了解与任务 那另外令狱也骗很多国际的一些店同人 那希望大家透过这样的学期也能找到自己 适合自己的工作 那另外呢,我們也建設了一個社群資訊的平台 那大家回去也可以進去,因為它分數才能看得到 那主要上面會去,上面會封一些所謂的時辰表跟錄文者 然後另外上面,你也看到目前我們已經導讀了哪些錄文 那還有哪些錄文可能需要大家再去共同的一些研讀的部分 所以我們也有另外的首頁和真講者的部分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在上面去認領還沒有講者的那些錄文 好,那我們2019年預期的活動呢,除了每個月大概定期一次的 VR的錄文稻股之外,還有時序的經驗分享 那今年度呢,我們也往外擴展 然後邀請一些人工智慧相關的一些外部的講師 例如我們已經在4月28,要跟Women Techmakers台中 這個社群呢,一起合辦一個活動 就是我們會邀請吳曉威教授 他主要分享的講述是社群網路分析和情感分析 然後另外一場就是樂華會分享 VR的neuronnetwork的部分 那另外在Airtag社群裡面,我們希望也能越來越豐富 可以加上有關路過NNNLCC的一些課程 然後另外我們也會請樂華來分享一些 處理一些套件跟與預防的使用 然後另外呢,如果大家有興趣還配自己組團來比賽 那我們除了Airtag社群之外,其實我們也有所謂的簡便社群 那其實PyTorch台中其實在星期六還有另外一個社群 也是做一些能夠智慧論文的討論文的部分 那希望,因為我們不希望社群要越多分上大家的一些資源 所以我們希望之後如果有所謂的活動的話 就可以一起合辦 那接下來就把一些主持棒交給我們今天的講者 那個江宇來介紹we all in one 的論文討論文 那就是那個Youtuber的推廣 OK好,就是大家都已經有聯上MX森林這個場地的Wi-Fi了嘛 就是這裡有提供免費的Wi-Fi這樣子 然後需要用你的E-mail來收一點證 好,然後呢就是今天呢 我們要為大家導致的是Youtuber V1 You only look once 只看一次,這樣子 然後我們這個是第一代的版本 然後大家好,我是柯克 也可以叫我江宇這樣子 然後我們在活動一開始 首先我們真的是要非常感謝孟森林 所以願意提供這樣子的場地 然後孟森林本身這個場地 是由微城市資訊公司所提供的 然後我們都知道那個U-Bike 就是呢,微城市他們的 然後目前孟森林這一塊呢 有非常多的社群在這裡 然後我們是AI Tech 然後目前還有書店 像那邊有賣很多很多的書 你可以自己住街,像自己買書那樣子 好,然後這是這裡的Map 我們這裡是座位區 然後出門,左轉,再左轉 就是出了門之後,左轉再左轉 這裡就是廁所這樣子 好,然後這裡面呢就是 只能喝水,然後禁止再跑跳這樣 然後不要做一些商業行為 然後垃圾要記得帶走 好,手機請完成震動 然後有在變老化 其實地上是有插座的 對嗎 所以你就要用電腦有插座 是是,對 對嗎 好的,那麼我們就先來開始吧 首先就是我們這裡的YOLO啊 其實這裡的技術呢 一般我們就稱它為物件偵測 我看一下 等一下 對,就是物件偵測 然後我們一開始會先介紹一下呢 這到底是什麼樣子的東西 然後後來講一下其他的一些先輩知識 請問客人要先知道什麼 然後呢再來看YOLO這個東西 然後再來就介紹YOLO V1本身 然後還有YOLO V1呢 用了一個很厲害的Loss Function 等一下呢我們再來討論這個Loss Function 然後YOLO V1它本身其實也是有一些缺點的 我們也會來討論一下YOLO的一些缺點 然後你在什麼場合來應用它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其實我們剛剛有說是YOLO V1 後面還有很多很多YOLO的研究 也沒有很多 它就幾篇論文 也在會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然後最後就是結論這樣子 好就是先一看先自我介紹一下 就是呢我本名叫做可可 但是很像假名 然後當年我在註冊Facebook的時候 Facebook會說你不可以用假名註冊 所以我就只好用另外一個名字這樣子 然後所以如果大家有在Facebook上看到姜宇的話就是我這樣 這個是Facebook早期的一些問題的樣子 然後本身是自由接案的軟體工程師 就是從Web Android然後到目前現在在做AI相關的部分都有在設業這樣子 然後我目前其實在做的是農業技術與AI相關的應用 最後我會跟大家分享 因為呢我接下來我做的這一個農業相關的系列跟YOLO是有關的 然後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其實也可以到就是我作品集網再看一下這樣 好然後什麼叫做物件偵測 這個object detection呢 就是一張影像裡面 然後呢有可能有很多東西 例如說這張影像裡面有貓有狗 然後我們要經過運算之後 知道這張影像裡面同時有貓同時也有狗 而且你知道貓跟狗他們是在這個影像的什麼位置 這個就是object detection 然後這樣子的技術啊 在監視攝影機或是自駕車呢 都是相當重要的 相當重要的 然後那個框起來的框框啊 一般我們會給它稱作bundingbox 然後中國那邊很多討論物件偵測的文章 都把bundingbox剪成bbox 有人會bbox嗎 會不會 是 好我們今天來看一張圖 這比較明顯 你看我看這一張圖 有筆電 有筆記本 有眼鏡 一大堆東西 然後呢 我們利用物件偵測的技術呢 找出這一張影像裡面有哪些東西 最重要的是在哪裡 跟它是什麼 這樣子 這個就是物件偵測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物件偵測在自駕車的應用 這個好像是一個俄羅斯那一邊的結舊這樣子 就是他們就是在車上 你看就是都可以看到有哪些人 然後甚至嬰兒車退出來 不過他把嬰兒車辨識成moto cycle就是 然後就是當你知道你的自駕車前面 有東西要擋住的時候 你就可以停下來 這個就是很厲害的地方 然後當你的障礙物走了 你又可以去前進 然後呢過程中就不斷的去辨識有哪些物體 你的自駕車才不會去撞到它 你看應用車滑出來了 雖然他們辨識到應用車 不過他辨識到一個人 有一個人要走越馬路了 欸突然又冒出一個人了 然後車子又亂下 好的那這樣子我想大家對於Object Detection 就是有了初步的認識了這樣子 怎麼不是全部啊 好看樣子是不是看到我的大哥 OK好 然後再來我們來講一些 就是一些比較 你要事先先了解的東西 就是像例如說呢 做Object Detection 他們常用的資料集 以YOLO來講的話呢 YOLO最 就是前面 開始用的都是PASCO VOC 然後PASCO VOC呢 他本身也有舉辦一些物件偵測的比賽 然後每年都會去做一些比賽 去看誰的算法 辨識的最好這樣子 而PASCO VOC 主要就是分成二十幾種 這二十幾種 例如說電話 動物 交通工具 或者是戶外的一些東西 只有二十種而已 然後或者或許大家還有聽過另一個 叫做Microsoft的COCO 就微軟的COCO 那一個呢 也是Object Detection常用的資料集 不過我們YOLO這一天主要就是 用PASCO VOC這樣子 好 PASCO VOC 它的標記法大概是 長得像這樣子 我們先來簡單看一下 你的設定 其實它就是一個差異能量 就是一個差異能量 就是一個差異能量 就是上面就是你的資料夾 然後呢文件名稱 文件的來源 然後這一些都是一些不重要的 然後比較重要的是 例如說這個文件是多大的 Size 零件的Size 然後呢 segmentation 這個是是否用語音分割 其實語音分割segmentation 這個就是另一個題目的 我今天不考慮 再來就是Object Object的這一塊 才是標記裡面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呢 去偵測 就是去告訴這個圖片 你是有哪 你在哪些地方這樣子 例如說 第一個是類別 它是什麼類 它是貓 它是狗 然後它的拍攝角度 然後是否被截斷 是否被識別 然後再來這個呢 Bunding Box Band Box 這個就是它的坐標 剛剛我們都看到那個框框嘛 就是從左上到右下的XY座標 因為左上到右下 這樣子你就可以剛好做一個 那個 做一個正方形的樣子 好 這是PASCO VOC的部分 再來就是 我們在論文裡面會 不斷看到一個東西 叫做IOU 然後呢 在評價物件偵測的準確度呢 IOU 也是一個還蠻重要的指標 這樣子 IOU INTERSTATION OVER UNION 就是 一般預測啊 如果你的IOU值 是大於流別物 然後呢 表示在這一個 Bunding Box的預測中呢 就是通常都會這樣成功 然後 它的算法簡單就是 來看就是這樣子 我們先來看這一個 紅色的框框 紅色的框框 它是說呢 預測呢 這個Bunding Box 這個框框裡面是要有一個人 這樣子 這個紅色的框框 是 它要預測這裡有一個人 可是實際上這個人 是在這個藍色的框框裡面 Ground Truth 就是它真正的答案 就是Ground Truth 就是這一個人 然後呢 你去算它的這個Ratio的話 就是 Area Overlap 或者還有Area交集的地方 然後可以算出一個數字 當然就是大於5的時候呢 就是 就算是成功 好 講完AU 我們再來講另一個 平價物件真是很重要的一個東西 叫做NAP這樣子 就是 我們都知道 五月天的阿信跟胡瓜長得很像 然後我本身是五月天迷 然後有時候也都認不太說胡瓜跟阿信 那好呢 我們就拿這個五月天的胡瓜跟阿信 胡瓜跟阿信來講 什麼叫做NAP這樣 首先就是 我們這裡總共有9張圖 1 2 3 4 5 6 7 8 9 這樣子下來 然後呢 當你第一個給它演算法算完 第一個 它會有一個順區 就是你算完覺得這一個它就是胡瓜 或者它不是胡瓜 當然我們就來看它是胡瓜這樣子 第一個是胡瓜的話呢 第一張照片 算法百分之百確信它是胡瓜 就把它拿出來 放在第一個 所以是Tock One Image 然後呢 它真的是胡瓜嗎 沒錯它是胡瓜 所以呢 這Precision是百分之百 然後呢 Recall這一邊的部分就是 我們總共有10張照片的話 然後呢 拿出第一張 然後呢 它拿到了 所以呢 是20%這樣子 就五分之一 然後 再來就是再來拿出第二張照片 第二張照片就是呢 確信電腦就是算法確信是 它是胡瓜的 拿出第二張來 然後我們來看 欸 它是不是胡瓜 欸沒錯它真的是胡瓜 然後 就是呢 呃 剛剛拿出第一張 現在拿出第二張之後呢 它的就是會變成 呃 40%這樣子 好 簡單來講變成數學的話 就是這樣子 我們可以把一個百分之百以後 再加上那個 剛剛說的 Recall 然後呢 算出來 可以得到一個值 然後就是 MAP 然後也可以把這個 Precision跟Recall 就是畫成一個比 然後 我們要的就是說呢 就是不斷的 當你的 Precision 在Recall越來越多 Recall越來越多 就是已經看了越來越多照片 之後呢 你還是 你還是可以維持在高的Precision 這樣子 所以簡單來講 就是說呢 MAP這個數值 就是要越高越好 好 嗯 對 MAP 一個類別 就是可以計算一個AP 這樣子 然後MAP的話呢 就是MAP 就是把大家都給平均起來 欸 請說 想到沒有抓到 所以 MAP 是 Precision 嗯 等一下喔 這邊 嗯 嗯 我 我把table叫出來好了 我把這個貼過來 我們不要看 我們不要看左邊的胡瓜 或五元條 這個會被迷惑 這樣子 嗯 像 這邊的話呢 就是我們看 可以看到第一個 它的外是 Precision 是100趟 然後呢 就是E 左下角的這個E 這樣子 這個recall 它就是0.2 然後就相乘 然後再來是第二張照片的 100趟 然後呢 也是0.2 就是 剛剛也是0.2啦 然後就是 這差距是0.2 然後就相乘這樣子 然後再來第三張 就是它就Precision 它就不是了 它就只有66趟而已 然後呢 再來就是 乘上recall 它就不是了喔 所以就要乘以0 然後這樣一路乘下來 就會得到一個數值這樣子 這樣子 這個主要就是 NAP它在評價的一個方法 OK嗎 還可以理解嗎 OK 謝謝謝謝 好 好 然後再來就是說呢 就是 我們在這篇文章裡面 用的是Pasco VOC裡面的 MAP 這樣子 然後 在Nagosoft的COCO 的這個裡面 其實它的MAP 還乘上剛剛提到的IOU 就是還乘上6的Rail 所以其實 要看論文來定義這樣子 不要說這是看到遺憾的詞 然後其實只有它們裡面用的是 不太一知的東西 好 然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要開始正式來講YOLO V1 YOLO V1可以說是物件政策上面非常重要的一篇文章 You only look wiser Unify real-time objectification 就是 之前如果大家有來參加我們的活動 他就之前也 我們已經有包括RCNN了 RCNN或者是之後的進化版Face to RCNN 這類的東西啊 都也是物件偵測的題目 然後RCNN這種東西出來之後呢 其實它大幅提高了物件偵測的準確程度跟效能這樣子 可是 可是RCNN有一個問題就是 它會辨識的還蠻慢的 就是 RCNN 它們呢 每一個FPS FPS大家知道吧 就是 每一針畫裡面這樣子 它就是偵測實在是太慢了這樣子 所以呢 就是很多人都在想說 要怎麼樣 讓它辨識的更快一點 所以就開發了YOLO V1 YOLO V1就是突破了RCNN的比較大的一個問題 然後再來呢 YOLO V1它的成功啊 就是 又代理了後面版本 後面還有出了很多版本的YOLO的發展 然後呢 現在就是變得又快又準確這樣子 所以可以說就是 YOLO V1真的是成仙啟後既往開來的經典論文 大家有機會 真的是可以拿原文起來看看 不過沒關係 今天就在大家 go through裡面 那個YOLO這一篇文章 好 然後 其實 他們會取這個名字也還蠻有趣的 就是 YOLO啊 嗯 還有另一個意思 就是 You only life once 你這輩子只活一次 在英文裡面有一些屁孩 他們都會說 YOLO YOLO 然後呢就是 有那種很享受啊 很重慾或是娛樂的感覺這樣子 例如說 你去跳高空彈跳 跳下去的瞬間 你就會喊 YOLO這樣 這個是YOLO本身的意思 不過 這一篇文章就是 用了這個很有趣的命名 來 來就是 來 命名這一套的點算法這樣子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一個影片 這個是YOLO官方 他們所提供的影片 這樣 可以看到 上面的FPS 都是30幾的 都還蠻高的 然後 在動態的影像呢 這樣 可以很快速的去 辨識到 這是什麼東西 你看 Present Present 一起都辨識出來 是嗎 一般的 用不著 你來看 你來看 你去把它們可以 好 你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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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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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來看 你去看 吹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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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貓切去彩虹 好了 那我就不要再繼續看下去好了 應該大家都懂它的概念這樣子 欸 請說請說 沒有 有趁過又怕MPS最高可以打開 喔有 後面論文有 就是以V1來講的話 後面的更後面的V2 V3我還沒開始看 不過好像又更好一些這樣子 想說如果有發動什麼應該可以打那個射擊遊戲 打藍射擊遊戲 你該不會再講有西蘭恐攻的事情嗎 真的是太可怕了 不知道 只是電腦嗎 喔 電玩的射擊遊戲 對 沒錯 對啊 就是像例如說玩CS啊 就看到有目標出來 然後你就可以自動去瞄準 自動去攻擊 對吧 對啊 請問一下它那個影片呢 大概都用多少回程度去 欸 它等一下後面會有那個 模型的話好像是四四八八 不過這一個我不太確定耶 它好像是沒有提到 因為它用的元首輪圈 好 大家還有其他問題嗎 如果沒有的話 請說請說 它原始的那個資料集裡面 一開始沒有提到那個bunking box 所以它原始資料集 bunking box的大小蛋也會先告訴你 嗯 是這樣子的沒有錯 就是呢 它原始提供的資料 它都有把bunking box做出來 都有提供在裡面的 可是像我現在又做的是全新的東西 完全沒有任何人有bunking box的資料 所以我現在就是手動標 手動標 就是到最後的話呢 我再跟大家分享 目前做的一些狀況這樣子 然後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麼去標記 真的是很血涵就是了 就是在人工知會之前 都是工人知會 哦對啊 說到這個資料標記 其實現在就是有一些 國外的公司 他們都會把它外包到一些非洲 或是一些比較第三世界國家的人 然後呢給那一些非洲世界國家的人 論見記籌籌來做標記這樣子 標記的確是還蠻邪漢的一件事情 是 那大家還有其他想要問的嗎 那不然我們就要開始進來 比較硬一點的東西囉 就是可能真的是會稍微睡著了這樣子 不過我試著用比較有趣的方式 就是來跟大家說明嘛 是 好 好 就是開始來正式進入到論文的部分了這樣子 我們先來看左上角 左上角呢我們可以看到一個人 兩隻狗這樣子 然後呢 YONRO的 它就是呢 直接把這一張圖 直接把這一張圖 完整的丟進去模型裡面做全面這樣子 然後它是有 陰影局 突變的 Size 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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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去跑這邊的捲基層 然後去看這裡有沒有東西這樣子 然後它會做很多很多的框 然後看這裡有 或看這裡沒有東西 然後最後不斷這樣子下來了 到最後就可以呢 框到這一個人 然後再來框到兩隻狗 然後就框到地方 它就去看它到底是什麼樣子的東西 好 然後Ulo B1它有一個比較核心的精神 就是說呢 它把那個什麼 Object Detection呢 就是呢 變成一個違規的問題 Ration的問題 像它就是把這個給整張畫面 給送進去模型 就框起來的地方 然後就去算框起來的地方 它是什麼樣 有沒有東西 然後它是什麼樣子東西的機率這樣子 然後就是Program 2 Specially Separate 就是空間上分割的Bounding Box 就是 就是我剛說的 就是空間上分割出的那個Bounding Box 然後呢 去看 它這個呢 有沒有東西 然後呢 它可能性是什麼 這樣子 好 然後這張也是論文裡面的圖 簡單來講 我們先來看最左邊這一張圖 最左邊這一張圖 我們看到狗 有腳踏車 還有遠方的車 這樣子 然後呢 它會先把這個圖呢 分成一個S乘以S的Greed 分成S乘以S的Greed 然後呢 再來呢 就是呢 會開始呢 就是看這個裡面 就是開始做這些框框 框它的Bounding Box 然後去看Bounding Box裡面啊 它的這個有沒有東西 然後它的Covergence 就是可信度是多少 然後我們看下面這個圖 它就是呢 把這邊框起來 然後呢 它就是 這一邊 這個Greed的區域 它就是狗狗 然後呢 它感覺很明顯 會跟人家不一樣 然後呢 還有這個黃色這個區域 就是另外一個物件這樣子 主要它就是用這個Post-Binary Key的方式下來算 好 我們再 還可以嗎 我們再講一次喔 沒有 其實呢 我本來就知道這個還需要再講字 所以我來做一個小動畫 首先就是 第一個 就是要畫分成S乘以S的這個Greed Cell 然後呢 框框的中心 這裡有一個框框的中心點 然後呢 就是它就是負責去分類 它會看這個框框的中心點 有沒有東西 這裡是不是有東西的 沒有的話就給它0 然後有的話就給它 看看是什麼樣的分類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呢 每一個Greed Cell的預測 它會有就是 一個Greed Cell呢 它會預測B格 就是N格 B格 框框的位置 然後這個 框框的位置 它總共有這幾個數值 分別是XY9 就是它的XY在哪邊 然後它的寬度 H W就是寬 然後還有還有高 然後還有第五個參數就是 框框也沒有你的物件這樣子 然後它就是Confidence 對 然後就是每個框框就是C個條件距離 C個條件距離 就是呢 假設我這裡有20個類別 所以呢 每個框框裡面它就有20種 就是說呢 有20個類別 它就有20分之1的距離 它是其中的一個東西這樣 或者就是完全都沒有東西 好 然後呢 最後呢 它是輸出一個S乘以S 然後乘上5 5B 這個5啊 就是剛剛我們聽到XY WH 但是它的S 然後呢 加C的一個Tensor這樣子 例如說呢 因為我們裡面它是切成一個 7乘7的格子 然後呢 每個格子 區域就是預測兩個Bounty Box 然後總共有20個種類 然後乘起來就是 7乘7乘以30的Tensor 好 再來呢 我們就是來看 呃 很很大的一個架構 其實亞洛龍它們都很巨大的 上次講的Race Matter 是不是比較巨大的一個就是 就是 YOLO它的網址架構 主要是受到Google Net Google 有人唸Google Net Wire 就是受到Google Net的啟發 然後它主要是用24個捲基層 跟20個全連接層 然後 前面20個捲基層 它是用10G Net去pre-chain的 就是 大家知道就是pre-chain 這一個做法嗎 好好好 那我剛才講的就是 應該一般來說 是pre-chain的概念 就有點像就是 呃 別人訓練好的模型 然後它的神經網路 差別有幾層 然後呢 你就會拿拿過來用這樣子 大概就是這樣子的概念 好 就是它就是在用 YMG Net的pre-chain 但是你們應該知道 YMG Net嗎 喔 YMG Net就是全球 目前專門在做 呃 分類的一個很大的一個活動 這樣子 不過好像他們已經結束了 YMG Net 就是它有提供好多好多的照片 都去做分類 好 然後就是關於架構的部分呢 大家就可以看圖 然後呢 我們剛剛有看到像是 這邊是7x7的部分嘛 就是它都是切成7x7的一個 Greed 然後呢 再來就是呢 它就是又變3x3x4之後 就這樣一路下來 對嗎 這個大家可以就是 努力的參想它這樣 然後我們就不講太多 就是它這一步做了什麼 下一步做了什麼 下一步做了什麼 欸 請說 請說 不是 因為 這個架構看起來 跟最初的 然後這個 這個 是 MX Net 是 是 是 就是 像 前一個 賽事 會開始的 RCLM的話 它是 通知到神利器 可能沒有什麼 是什麼東西的預測是採用的 對 就是 RCLM、CLT 它們那種 YOLO Q Stage的 對 對 一般來講 它一種會叫做Q Stage的 然後呢 這一種YOLO的話呢 可以說是Y Stage的 就是 就是 你就直接把一張品 四四八成四四八丟進去 然後呢 一路到最後 就一條線這樣到最後 然後就預測到你的東西 這樣子 主要就是 One Stage 跟Two Stage的差異 所以其實 弄成這樣子的One Stage呢 它的就是 FPS可以更高更快 這樣子 對 所以 它是怎麼把兩個 預測的東西 放在一起 兩個 預測的東西 結合在一起 什麼意思 你是說就是 像比如說 嗯 這一張照片 你講好的 就是朋友 狗跟車輛車嘛 嗯 剛剛是 就是 嗯 他只要做 觀念到什麼意思 對對對 沒錯 嗯 預測這個 意見是什麼 嗯 觀念BOX的預測 其實它就是 預測這個 中心點 然後就去看 中心點有沒有東西 然後就是 往外去跨 它們不能看出 一個東西 這樣子 嗯 通常 那 八 regration 嗯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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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regration 對 對啊 看 最後一個 啊 其實我不太懂 你這一個人的題目的意思 是 等一下看那個 Lost function 會比較清楚 看Lost function 就是 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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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st function 他的邏輯卡賣在一起 對 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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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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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概懂你想要說的意思 可是 我對他理解是 就是他會有一個中心點 然後從中心點呢 去往外就是呢 去擴張他這一個快分高 然後呢就是看到他有 可能是有東西的時候呢 那就是有這個框框的快分高這樣子 這是我對他的理解 這是我對他的理解 欸 有其他人有其他想法嗎 好 那沒關係 那我們就 繼續繼續 欸 歡迎隨時提出問題喔 因為本來 日文導的就是大家討論才會進步這樣子 好 然後再來就是呢 他裡面說 就是那個有提到他的 Official view Ricky review Ricky review大概是長得像這樣子 然後 然後 嗯 不過他最後一層就是用單純的 Ricky review的 Ricky review的 Ricky review 不過 如果裡面沒有特別討論到 為什麼用Ricky review 不過我在想 一定就是用Ricky review 效能比較好這樣子 好 接著我們就是來看本日最硬的地方了 我們可以試著來理解他 就是 這個Ricky review 我們一看真的是會覺得 吐血 怎麼這麼的大 好多東西 嚇到吃熟熟嘛 然後呢我真的一看到 我就會覺得傻眼話 我真的有點不是很懂 不過沒關係 我們都回來有Google的頻道 我們可以去看 人家是怎麼去講的 人家去怎麼來分析這個地方 學這樣子 所以呢 下一張就是用別人的題嘛 這張就是直接倒題 因為我們這一張就是 我覺得講的還蠻清楚的 嗯 好 就是 我們先來看最上面這個框框 我弄個射 就是最上面這個框框啊 它可以說就是在預測坐標 然後還記得我們剛剛說的X跟Y的連 然後還有寬度跟影像的高度這樣子 嗯 就上面這部分呢就是呢 去做坐標預測 判斷BI的網路中BI的box 是不是負責這裡的object這樣子 嗯 這是最上面的這個部分 然後再來是第二行的部分就是呢 呃 行object 就是再來就能看到它這個box裡面 到底有沒有pub object 然後去預測它的confidence 這個呢 大概就是第二部分 cconfidence的部分 然後再來呢 是第三個部分是 不含object 因為我們剛剛是說呢 有含object 然後再來就是呢 它有沒有含你要派一個confidence這樣子 然後呢 這部分就是不含的 不含objectbox的confidence 最後就是呢 就是判斷有沒有object的中心落在網額中 剛剛我們有講說就是呢 那個會從一個中心點出發這樣子 然後有那個中心落在網額中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預測 這一個legge 就是legge 就是legge 就是這樣子 是 是 是 那個 所以上面第一桿的話 S減到Span 那邊的話 是 對 我要 我要像 應該是覺得錯 應該是覺得錯 左上角 就是 左上角是00 一個畫面 左上角是00 右下角是最多 這樣子 所以它的 它覺得錯標要是 分H 那個 正確答案 呵呵 對 下面那個 W H 應該是 長的 對 對 畫面的寬 就是那個 當地BOX 要多刀 多刀 所以 螃蟹 挖不去刀起來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刀 刀 刀 把這個 刀 刀 這個 這個是 他們的 然後 他的 confidence 其實有這個 算法 就是 PAR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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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呈上 你的 Io 就是 是不是 真的都被證 這樣子 這是他的一個 他們的 對 好 對 沒錯 我剛剛沒有講這個獅子 因為我想說 大家都會 不喜歡數學 努力 減少數學 可是 X-HEAD 跟Y-HEAD 比較理解 可是那個C-Cum-Dense HEAD 是怎麼 因為X-HEAD 跟W-HEAD 應該是來自資料集 可是那個C-HEAD Cum-Dense 就是 可能 就是 他就是那個什麼 你實際上 我們人工下來看 他是不是 對 你預測出來 對 我比較理解 X-HEAD 應該是來自於 資料集的標示 對 可是那個C-HEAD 比較難理解 真的我們去標的時候 那個C-HEAD 在標的時候 在標的時候 就會告訴我們 框橋這個地方 是什麼樣子的東西 我再回到 我剛剛的PASCA 那個 X-HEAD 就是 在標的時候 其實都在標記資料裡面了 就是 這裡 剛剛有一張圖片的 這個大小 大概就是項目比較重要 就是這個 1DBOX的部分 就是 剛剛說的XY 然後 X-ME X-ME 就是寬 XY-ME 就是高 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 就是這一個Land A 這一個Land Land 沒錯 就是幫助他這個 你現在框起來這個區域 它是什麼樣子的東西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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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它的 所以 通常 如果你不要正確答案 應該是 對 就是只有Land 是 是是是 所以它的 機率配方應該怎麼 沒有 對 它可能是有跟沒有 然後 當你有了之後 你這樣做分類 再來分 20個類別人 可能是哪一個這樣子 嗯 所以 它正確答案 正確答案 正確答案 是怎麼算 是不是就是說 它這 Ground True的 Bounding Box 就是正確答案 對 你把 你自己 預測的 Bounding Box 跟這個 正確答案的 Bounding Box 去做 IOU 就會類似一個 對對對 然後就是它這一門 預測的紀錄 沒錯就是剛剛看到的 那一個公式這樣子 那一個公式 這邊 對 這個式子 應該就是從這個式子算出來 前面還要存一個 就是 它預測類別 正確性的 機率 什麼 PR 對對對 是 它不僅IOU要下 而且它還要預測到 正確的類別 是這個 預測 預測應該說 它這個是有過沒有 過沒有 對啊 就是沒有的話 你成員就是零 所以就不用了 對啊 欸 請說 你在畫面上 假設你現在這樣子 來上面說 整個 一米局7乘7乘7 對 那這7乘7的意思就是說 我在做Inference的時候 我在畫面上只取49個中心點 然後去取這49個中心點 然後去算它的 譬如說 一個WH 這樣子 還是說這個 SY 也是 不好意思 其實我有點Catch不到你的點 我的意思是 其實有點Catch不到 是這邊49個Sales 反而畫面拆了49個 是什麼意思 是不是 所以我問它Inference的時候 然後我就取49個中心點 第二次去看看 我延伸一個Box 裡面的東西 還是說 是這樣的意思嗎 嗯 你就是從這個49個 可是其實它是會去找一個中心點 沒錯 然後這裡的中心點呢 它就是會去看那個什麼Box 去看它是屬於 就是屬於哪一個類別 它的中心點可能是屬於哪個類別這樣子 就是有點就是你剛說的就是延伸嘛 就是它就是去找 就是去找出它的寬跟高這樣子 對啊 是49個中心點 各B一個Bumping Box 對對對 49個格子 然後各B一個Bumping Box 然後均勻切了 嗯 對沒錯 這片就是這樣子切的 然後就是 嗯 模型的塊 對啊 模型在這邊就是 一看你就是448錢 448然後它就成你 就是 就是切成7乘7去這樣子掃過去啊 就是這樣看這樣子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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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科學是7乘7嗎 嗯 嗯 什麼 什麼意思 不會 嗯 嗯 那個人比較 沒辦法理解說 它的7乘7怎麼 怎麼中心點 怎麼去判斷說是 它是屬於哪一個類別 嗯 了解了解 是 嗯 我想 可能 一開始也是有點難理解 後來你就可以接受它 整件事實的 呵 呵 好 那大家還有其他的問題嗎 沒關係隨時請出來討論 對啊 請說請說 它一個sale裡面可以只能 針對如果我今天兩個物 兩個物體如果都是疊在同一個格子 為什麼只能針 像YOLO B1只能針對兩個 好 就是格子去算 7乘7乘2 好 好 好 是 就是 的確就是兩個別在一起 或者是靠得太靠近了 這的確是YOLO B1的缺陷 這個我們最後結論會講到就是 其實因為我們這樣子切格子的關係啊 如果你靠得太近的東西 可能它就被切在一起了 所以呢可能靠得太近或者是太小的東西 的確是會有辨識率不佳的狀態 對啊對啊 對啊 這個也是它 這個V1版本的缺陷啊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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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裡面有 插一個object的 然後還有一個 插一個 插一個 然後插一個 插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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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東西是 有必要這樣做嗎 嗯 他們並沒有特別去解釋到這一點 我記得 就是 大概主要就是 因為其實他們這一個東西啊 這一個 Note Function 我再切到後面一點 其實它的本質呢 就是 Sun Square Arrow 它本質就是 我們看這個優勝檔 就是Sun Square Arrow 跟下面這一個其實 長得還蠻像的 就有點像五月天跟胡瓜一樣 這樣子 然後呢 他們本質是這樣子的話呢 就是 他們 用這樣子來 來算 Rose Function的話 就還是加了很多項 好幾項 來圍調這樣子 所以它才會 後來就是加了 這麼多項 這麼多項來圍調 就是讓它 Rose Function 就Rose得更傻 這樣 不好意思 請問一下那個 E 然後中間 就是那個 E object IJ 那個是什麼意思 喔 你說這個E嗎 對 那個大E 是 那是 小啊 那是不是L的意思 其實我不太清楚 它的這個 是什麼 你知道嗎 應該是 是 網格 它寫ZI的網格 就J個BundingBox 論文上面寫的就是DI object 就是DI object DJ的 就是是IJ嗎還是 對沒有是IJ 你說這裡是IJ 它是說DJ一個BoundingBox的Vedictor 在Cell i裡面 是是對 真正讓我的Object其實也是這樣 對 是感謝感謝 好那就是 請說請說 那剛看簡報的時候說 中的等級是有沒有含Object 意思是沒有 就是一開始會看有沒有含Object 可以這麼說呀 沒錯 就是其實如果我們看這個式子的話 如果這邊是0沒有Object的話 它就沈下來就是0 對嗎 因為其實前面那個 資訊啊 資訊到0 然後前面R1它會因為它照理說它 到0到5 所以你可以算成績 兩個機率或者兩個Verture的強制 然後前面那個機率的話 是去判斷說它到底是哪個東西 然後那個東西的話 是我要盡量讓它 對 就是Cover到 對 對 Cover到的範圍越多越好 這樣子 是是 對 好的 那麼我們繼續囉 還有問題嗎 好 繼續 好 就是 再來就是呢 其實這一張圖啊 跟剛剛那一個圖 基本上是一樣的 分別上面是四部分 座標 V上看Upject 不看Upject 然後在一個預測的樣子 然後只不過它左邊這一個 就是 把這一個做了一個軸 我們就可以看到的是 這一邊呢 首先前面四個是剛剛說的 xy 然後還有一個conference 這就是一個那個什麼 bundi box 然後呢 這邊就是一個bundi box 然後去 預測它 就是 含有Upject的 跟沒有含有Upject的 這樣子 然後後面呢 這個 class就是類別 因為 PEPSWC 它有那個 20個類別 所以這裡算20 這樣子 嗯 就是我們 對應到這一個軸 再來看這一個nose function 其實也就還蠻清楚 大概它的 這個nose function的用力 是在哪邊的 這樣子 其實這個動作 應該就是它 我們先直接 output 噢 是的是的 直接 output 就是 對沒錯 它文章裡面就是 7x7x30x30x30 就是後面這個30 這樣子 這裡夾起來就是30 OK 好的 好的 那就是 剛剛我們就已經有先講到這一張同影片了 就是 我們說它本質上就是一個Sundsquare Android這樣子 然後 不過就是它加了非常多項 來去調整它 然後它在文章裡面其實花了還蠻多的篇幅來討論這一支 如果很多次方學會對這樣子的辨識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然後像例如說呢 它說 框框的大小啊 同樣就是都會提供同樣的權重啊 或者是就是有一些比較小的error 如果出現在比較小的框框中 就會造成更大的偏差之類的 就是 它其實討論呢 還蠻多是 直接用Sundsquare的error 硬傷 我真的覺得就是硬傷啊 然後就是會造成的一些問題 不過它就是 就是慢慢的去調整這一個function 然後讓它硬傷造成的後果 比較美 就是loss會準時會更小的 好 好再來我們終於可以看一些比較結果 歡樂的部分了 接下來就不想 欸 端端的大家有一些問題嗎 好 請收 那個loss function上面的lamb.coordinate 跟lamb.no object 它是設 coordinate 然後那個loss object是0.5 這樣設有什麼意思 0.5的話應該是IOU吧 好就是 你探一下i5的IOU就是可信啊 然後 你說的是 你說的是這個lamb.no object 對 這個lamb.no object 這個lamb.no object 這個lamb.no object 這個lamb.coordinate 對 下面還有一個lamb.no object 還有第三個lamb.no object 對 這個lamb.no object 是0.5 是 然後lamb.no object 然後lamb.coordinate 是設5 是 這樣子設 算是一個超參數嗎 就是自己定的一個參數 對 這個其實我也不太清楚 這樣 不是很好看 第四 那是 是 就是超參數這樣子 自己定的 通常模型裡面 你在 它的AIRROR的前面 有發現到的 基本上也是 很高 是 那些是你自己 tune之外的 對 就是沒有道理 就tune出這個結果是最好 這個數字裡面 我是最好的這樣子 對啊 比較快 對啊其實就是 tune參數也是 很血漢的一件事情 對啊 好的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 又厲害的結果了 我們來解說幾張 欸 後面大哥是不是有問題 欸 那個鞋層 S成 對 的那個 對 的那個 對 然後加點是射氣 的 那個 腳踏車的人 是 我就查到 他好像說 他們變 變身體的 真的 然後狗狗在那個框框的邊緣 框框的邊緣 像例如說這一個 這一隻狗 你們看藍色這部分 沒有把狗狗完全框起來對不對 你...你知道嗎 看到牠的...牠附近狗狗在框框 那如果... 那狗狗如果往上去還是往那邊緣的話 牠還是會變色 如果你是第二張照片 是狗狗在右邊的話 牠還是會變色出來狗狗在右邊 對啊 哦!" recognizing pretty much 可以啦...可以啦 就是 等於就變成....就是 在...在右邊的狗的照片跟在左邊狗的照片 就是兩個照片 然後呢 然後呢你這樣整個照片就是丟到猫星裡面 還是可以把它給抓出來的 這個地方既然它是no object的,但它的conference的target是不是就是零的,有IOU就是為零的,它沒有object的。 就這個意思嗎? 可是不含no object的這個box,如果這時候沒有的話,可是如果你擴大這個框框的時候,說不定東西又出來了。 這樣,謝謝,謝謝。 衝一下,剛剛有一次想要問你,是一個浪打子,浪打子其實它在這邊是固定的,它主要是要來控制你,要解決這個問題的風險在哪裡。 像它那個coding的浪打子是射5,然後no object浪打子是射0.05,就代表其實我在解決這個問題,我比較在意是坐標預測組不準。 假設你坐標預測要比較準的話,浪打子就要射比較大,相較於有沒有浪打子在這個照片。 所以是調整浪打,調整位挺在這裡。 對對對,有點調整位挺,因為loss就是要讓loss越來越小嘛。 對,對,謝謝。 謝謝。 謝謝。 我剛剛講,都要準不準這個東西,你要看到多細細細的東西嗎? 哦,坐標準不準這個問題呢? 其實這一篇文章也有討論,yolo v1的坐標比較不準。 這個後面也有討論,對啊,沒錯。 這個等一下還有一張表格,它有比較跟別的模型的準確度,就定位的準確度這樣子。 我覺得大家都好厲害哦,都想到這麼後面了,對啊。 好,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跟其他模型的比較這樣子。 好,就是左邊是它用了這麼多模型。 然後右邊呢是chain的data級。 然後第二個呢是mpp,就是我們拿出了準確定,然後再來shapfps。 好,然後我們可以看到就是呢,我們看這個比較重要的是Fest euro跟eolo。 Fest euro是它的減化版,它可以到155fps,非常的快。 真的是可以打射擊遊戲的,真的。 不過它的準確率也就是稍微比正常版的eolo還要比贏。 然後再來就是下面有一些,它是把它標題成less man real,它就不夠即時了。 我覺得這個有點扣了。 就是他們Fest的RCNN,沒有Fest RCNN,他們覺得這不是很即時。 好,那我們就看Fest RCNN,這類的。 它的FPS才0.5,甚至到Fest這一個才FPS才18。 我們可以知道這個eolo真的FPS真的是好非常多這樣子。 然後我們再來看那個什麼amip,就是準確度。 準確度其實它也是比較好一點的。 eolo63.4,然後它是62.1。 然後我們有個在這裡面移動XFPS。 如果是,好,請說。 比如說,像yolo後面有剪定XFPS。 那時候是哪有XFPS能 suffix? 那時候是哪有XFPS的法國會做FPS。 嗯,那時候是有XFPS。 它好像是就是,等一下喔,好像是它的結構是比較肩天XFPS的。 比如說,它後面其實是有一個是那個什麼Combine,就是跟別的結合的。 不過這一邊好像是開始結構箱的 ROMBG12的架構來做 其實ROMBG12真的效果更高 可是FPS就下降了 好 然後這個就是剛剛就是 我們如果先很快就討論到的 就是定位點的部分 這個這裡做了一個FASTA RCNN的比較 跟YOLO的比較 我們先來看藍色的 藍色的LOC 就是Localization這樣子 然後它的ARRO是8.6% 然後可是YOLO的Localization YOLO到了19%這樣子 就相較之下呢 其實它們就差了9%了這樣子 那這邊是19% 這邊是8.6% 所以呢 YOLO它的定位 真的是比較沒有那麼準 跟FASTA RCNN比起來 對啊 然後再來的話呢 這是第一個 然後再來 第二個比較有趣的是這個橘色的 橘色大概有看到Background嗎 Background 我們可以看到呢 Background Arrow FASTA RCNN 它很容易就去辨識到 Background Background的東西 因為它已經拿進來用了 它的ARRO這樣打13.6% 然後可是 Background在YOLO裡面的 它的影響就比較小一點點了 所以它就不會把Background拿下來用 是 我看一下喔 欸 我看一下喔 CarsonTeech 你修CarsonTeech background 應該就是算CarsonTeech吧 就是可能這一點應該要歸納在背景 然後微博卻被歸納在那個物件的那樣子 好 我猜了 對 它200%那假設我拿100%下去 對對對 它所以說它有 YOLO的話有65.6 65.5%是 對 沒錯 所以剩下的一些錯分 它把它不會類似 比如說位置預測錯分 是預測到的裝置轉出 是 對 沒錯 我的理解也是這樣子的 就是算一個機率 OK 所以其實我們就是 有比較了解到 其實YOLO 雖然剛剛說它 哇 好快好厲害 但是還是有一些缺點 就是定位的問題這樣子 好 然後再來就是 其實它們還有做二合一的 就把FestrCNN跟YOLO Combine在一起的那樣子 就是可以看到就是 這個YOLO 然後呢 Combine了FestrCNN 或是FestrCNN Combine YOLO 然後呢就是 Combine起來真的是會比較好 然後但是 它裡面還有提 才問到一點就是說呢 雖然說你看起來會比較好 但是你還是會被FestrCNN 比較慢的FPS所限制住 所以 如果你還是有速度上的需求的話呢 可能提高這個準確度 我覺得可能大家在做的時候 要自己去肯定一下 好 再來就是 我家裡面還寫了 FestrCNNN 2012的排行榜 然後 它的排行榜裡面 它 等一下 我沒有幫你講到 好 這裡是NIP 就是準確度了 然後 FestrCNN加YOLO 準確度真的是還蠻前面的 可是就是 單純YOLO的話 大概就是在這邊這樣子 好 大家可以就是看一下 很 裡面很多很多的網路啦 不過可以說真的 這個object detection比較重要 就是 RCNNN跟YOLO 這兩種部分 大家有興趣也可以看看其他的 好 再來還有一點 是還蠻有趣的 就是 YOLO V1它對於辨識畫作的能力 非常非常的強 就是對於畫作上的辨識就是還蠻準的這樣子 所以可以連這個扭曲的人都辨識的出來 然後甚至蒙娜麗莎的微笑 她裡面還抱著一隻貓 這個也都辨識的出來 她在畫作辨識上的能力都比其他人強 其實她這裡有數據 就是我們現在來看左邊這一張圖 左邊這一張圖就是剛剛說的 就是Position還有Ruton 然後呢 這一條curve是YOLO 然後這一條curve就是其他的 然後RCEO應該是在最下面 然後Human人類的辨識能力大概是在這樣子 所以其實YOLO在畫作的辨識能力 其實還比RCEO 或是其他的雙把還要來得強 當然就是DPM文 她一直都在忽略她 其實她文章裡面有一小段是在討論DPM 不過我覺得不是很重要的就是 簡單來講 DPM它的概念比較像是就放一個螢幕 然後這樣子掃過去的概念這樣子 然後覺得不是很重要 所以就還好 然後再來的話呢 左邊這是畫作的 然後右邊這一邊呢 它其實我覺得這表作不是很好 是這一邊是VOC啦 這是VOC的 然後右邊也是畫作的這樣子 我們可以看到無論在VOC2007的 或是畫作的 YOLO呢 都比RCEO還要來得好這樣子 對嗎 因為有限制 限制越靠越上去越好 沒錯就是 當你在看了越多的東西 看了越多的土之後 你要再維持更高的準確度 然後這個就是剛剛一開始講到AP的 大概就是Precision跟RuCode這樣子 那就是 你一定要 就盡可能維持在比較高的準確度這樣 對 好 然後就是辨識實際的照片也還蠻準的 就是這些都是實際的照片 然後 大家不曉得有沒有仔細看照片 有沒有發現到一個梗 就是呢 其實它這一邊這個啊 把它辨識成飛機了 有沒有 不過其實大體上來說都還蠻準的啦 不過就是把這個在飛在空中的人 辨識成飛機這樣子 有沒有 那它照片是哪個場景嗎 玩影外頭其實也有人有看嗎 玩影外頭 這個不是就是開始站車了 然後人在那邊飛來飛去 那都沒有人看喔 是的啊 就是電影場景這樣子 所以它實際辨識照片 就是已經還蠻準的 好 再來就是講一些YOLO V1的缺陷 不過大家可能在很開始就已經想到它的缺陷了 就是相比於說定位的部分 沒錯 就是在物件偵測的定位上呢 其實還是輸給FESA的 然後再來 剛剛有另外一位朋友 他提到是 因為是切那個breed的關係 就是 就是如果你的breed 就是東西太小或靠太低 都可能被 不是被切在同一個breed裡面的話呢 就會呢 變色是比較差的 好 再來就是其實它做了很多down sampling 就是 呃 在太過細緻特徵 太過細緻上的特徵是 鼓勵變點 再來就是剛剛有提到 我們利用賣什麼 Sung Square Aero 印象 Rose function 提到的就是說呢 這比較小的Aero 可能呢 會造成比較大的影響 在小的 旁旁都會造成比較大的影響這樣子 對 好 但是 像是 YOLO V1之後 還出了很多升級版 大概來講就是這樣子 YOLO V1 YOLO V2 YOLO 9000 YOLO V3 像譬如說這一個圖 是YOLO V3的圖這樣子 然後大家 歡迎繼續 AICAP社群聽之後的論文道路 可以更了解 YOLO V3的一堂技術這樣子 好 我以前說是 他一開始那個毛方的大小是怎麼射點的 毛方的大小 你說7乘7這個是怎麼來的嗎 不是 7乘7是他的中心點 那每一個點 他有第一個VBOX 那那VBOX他的 他的長寬開始 有講怎麼決定了嗎 沒有啦 他就是那個 那個 只是找到一個座標的中心點 可是他還是需要 對 假設的 嗯 是是 你說 他還是要設定 比如說 對 寬跟高 兩個VBOX好了 一個是 可能是橫的擺著長方形 一個是紫的擺著長方形 對 沒錯 類似這樣子 對 他就是透過從這個中心點出發 然後呢 寬跟高 他怎麼設定那個寬跟高 怎麼設定寬跟高 就是看這個 判斷這個框起來的地方 是不是有一個物件啊 當你越來越 就是 當這個框不斷的變大之後呢 越來越出現物件 他就可以去判斷 他是不是一個物件這樣子 然後他就 如果框到起來 框起來的地方呢 就是 就是一個物件了 就是一個東西 然後 從中心點出發 對啊 你是說框框隨著 對 對 隨著 對 對 然後就是 會越來越加大 你有沒有知道嗎 對 你說他初始值 他的框框是先用 比較小的嗎 對 他初始值就是切成七乘七的樣子 七乘七 七乘七 七不是中心點嗎 我一直說中心點 每個中心點都配有一個 你有沒有把這個七乘七 應該是指捲基層吧 就是 你是說 七乘七的捲基層 他的 他的大小會 捲基 然後經過那個訓練 然後還會去 越來越遞進那個 準確的大小 那他一開始設計的時候 那個 那個Box有沒有說 提到是怎麼樣去設計他的 大小 提到 就是 在 就是在辨識的過程中 他就 抓到這個物件 就是從這個中心點出發 然後呢 原本是沒有東西 或者辨識不住什麼 然後到辨識出來了 這樣子 看到嗎 然後到辨識出來的話 這裡的高跟攀就是這個框框的大小 就是這個框框可以辨識出來的東西 看框框變到這樣子的時候 可以辨識出 噢這是一隻狗 這樣子 看到嗎 然後就把這隻狗也框起來 一直說 寶貝跟h是你最後 就是 是輸出vector 是輸出vector的輸出嘛 那 那個輸出vector 裡面的寶貝跟h 所以應該是newall network inference給你的字吧 對 嗯 對啊 因為他就是包含 包含這個框嘛 所以他最後輸出的會是 就是這個 最後輸出是s乘s嘛 就是7乘749 然後5 就是這5的 然後b bombingbox 然後呢 c 欸 不是這5的 那我看到的是這個 對啊 對 他的問題應該是說 對 那個 他辨識的時候 那個 w跟h 就是那個 怎麼決定的 那兩個數字怎麼決定的 可是 你剛剛後面那個 y 就是你的輸出像那樣 你記得很多w跟h 是不是在 就是他 inference會給你這兩個字 嗯 是這樣嗎 應該是吧 其實這個右位不是很倒的 是 我會問這個問題是因為 有的模型 我昨天耐玉寫的時候看到 有的模型是 他先用大的框 掃歸輪 然後之後當三框 你五項變形 沒有啊 是 小的時候 再去 再去用 呃 再去搜尋比較小的 物件那樣子 RCNM好像是這樣子吧 對 所以我意思是說 這個情況在這裡是 是怎麼樣 嗯 我 因為我記得好像RCNM是那一種 其實我不是很記得 就是那種取樣的方法 會讓他變得算得很慢這樣子 就是他的大小物件是 他有 他在這裡面是怎麼去分別 長到大的物件 在土地裡面大致 還有小針 那這個 在這裡面是怎麼完成那件事情 呃 就是 我剛剛說就是 呃 就是從這裡的中心點出發 然後呢 讓你的寬跟高 可以讓裡面這裡的 辨識出一個東西 就等到這裡的 寬跟高 所以你意思是說 他可能就是一個 適量大小 就是 的 的框框 然後他發現那裡面 呃 假設有狗 他就慢慢的 經過Regression 慢慢的 Mething那個 Round to the Box 你的意思是說 他是慢慢的 擴大 的這個 路徑嘛 嗯 他就他沒有特地去 預設說 我分開來找大的 大的無間跟小的無間 對 他沒有預設快燈 他沒有預設快燈 那樣 嗯 就是靠Rose Function 去找出來的 在券的過程中 就是靠Rose Function 去找出來的 嗯 因為你一開始 去Label的時候呢 你這個快燈高啊 在 呃 我們再回到剛剛那個 資料標記的部分 其實你在Label的時候呢 就有給他一個攀燈高啦 這一邊 就是 他的攀燈高 可是那是正確答案 對 是正確答案 但是 以自己預設 自己的模型也是 應該回去去給他 49個給各式 拿幾個 Anker Box 那Anker Box 對 Anker Box 好像是EURO V2之後 才會有一個概念 那EURO V1好像不是 用Anker Box的概念 這個我還沒有把EURO V2 不過 是你剛才講的意思就是說 要如何定義XYWH 就是 XY就是那個49個電碼 那 那那個 每一個Box 它的 一開始去預設那個 龐根高 我一直說 它有定義尺 提高成什麼 定的 XYWH 的單位是 448x48 原來那張圖的塑料 對不對 對對對 並不是7x7的那個 是原來那張圖的 8x4 對 是不是 好的 那大家還有問題嗎 好 好 那我再打 可以 請求請求 庫文裡面有談到說 因為你那個每個Sale 它其實是64x64 對 對 那Pixel那是60x64 它有談到說 它可以再取消一點 還是再大一點 比如說它有實驗過 它上二乘三個 嗯 好像 我沒有看到Veta欸 好 我不確定我沒有 是 是 好 然後就是 欸我剛才講到這張 其實這張還不是最後一張嗎 後面還有就是 讓大家注意一下 YOLO V1的一個小小的Summary 這樣子 就是其實如果我們看NPR 我們會知道它比RZ 大概的高 其實是更準確的 然後 如果你有看到FBS辨識的需求 導入YOLO VR 就導入YOLO 可能會是比較好的選擇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 因為它這個設計的關係 如果辨識的目標太小 或太近 會降低成功率 然後我會建議可能 大家到時候如果大家要做的話 可能直接用後面版本的YOLO 就不要再拿YOLO V1這樣子 因為YOLO V1 就比較像是一個歷史定位的樂準這樣子 好 那麼 就是到YOLO V1 這邊就是都講來了 好 大家 有什麼問題嗎 請收請收 請收 那個Nate那邊 Nate那邊 他最後的時候 再把它轉回到7乘7乘30 你Shift的話 他基於什麼原因 他為了做這件事情 基於什麼原因 把它這樣子 原本 4.9.6 改回來 改成7乘7乘30 是 這個的話其實我也不是很確定 不過 因為他這個7乘7乘30的來源 是從這邊來的 就是呢 因為是7乘7 然後呢 再來就是 就是 bobbybox有兩個 然後再加上class 它可以選東西可以這樣子 然後 就是 他最後出來的 就是7乘7乘30 所以其實這一套 這個就是很小 它的答案就是7乘7乘30 是 它的target就是7乘7乘30 對 所以最後輸出當然是7乘7乘30 輸出這樣 可以判斷有什麼好的 有什麼好的 做法是不是 不然他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是 嗯 這個其實我也不太清楚 對啊 那30就是 那30就是那個7乘7乘7 這個30就是這個30 對 這樣子就是加起來 對 這樣子就是加起來 然後 對 然後20乘30 這樣加起來 鬆弛 對 然後這個30就是這個30 嗯 對 想問一下 是不是 這呼 可能選4096前面的 可能選4096 7乘7乘1 1024 7乘7乘1 1024 有一個人先兩個 所以 倒數第二 倒數第二跟第三個 那中間的轉換是什麼轉換過來 呵呵是 就是 7乘7乘1024轉到4096 7乘7乘4024轉到4096 7乘7乘4024轉到4096 就把它壓平嗎 不是嗎 對 然後 你怎麼發現它是要49乘1 524 對 對 對 沒錯 它是有過Pulling 之類的 對 應該是有過Pulling吧 我不確定 對這個 我真的不確定 因為它裡面有一些東西的確是 大家真的會報很多 我不太清楚我不確定 因為真的論文有的是沒有提到這樣 不過其實也很感興大家真的是還蠻專心聽國講 所以才可以有這麼多問題 看起來是不是也是成分別的 分別的分別的 它有兩層分別的分別的 對啊 就兩層分別的分別的 我們試一次 應該是 應該是吧 對 我想請問一下 為什麼會是一乘一乘一二八 對一乘一的文 一乘一乘一二八 那些conversion的部分 對 這裡嘛 其實後文章裡面有提到就是 有提到一乘一的這一段 其實Google Net原本是用三乘三的 只不過他們好像弄一乘一比較好這樣子 為什麼 我 沒有 是吧 我不太確定 inception 什麼 前面應該有講不到 對 inception 哦 inception 對 沒錯 應該是inception的概念 沒錯 對 我剛剛以為是地外處理 inception 對 程式寫太多了 就是混錯了 這樣子 好 那我們就是講完結論 那我最後跟大家分享一個就是 其實就是我最近在做的一個專案這樣子 然後就是希望把YOLO的運用 運用到香菇摘彩上面 就是其實台灣的香菇產業 大家都知道新社種很多香菇嘛 然後呢 台灣的新社的香菇 他們其實碰到了很多問題 人力的問題是第一個 而且新社說真的我們要上新社 真的要花很多時間上新社 所以也很難找到有人固定在裡面工作 所以你真的要在新社栽香菇 你就只能夠是住在新社的人 比較好去在香菇 不然你每天要花一個小時 從台東市區或者其他地方進去 所以其實他們人 越來越難找的 這是第一個點 然後第二個點是其實呢 農民那些 柴香菇的阿桑們 他們辨識的成功機率非常低 他們辨識成功機率非常低 就他們 就是甚至我朋友老闆他會 跟他們說不行 你這個不能柴這個還不夠成熟 結果他就要柴了 然後呢 還不聽老闆的話 然後不夠成熟的採下來呢 價格就是差 因為呢 香菇他上面有那個遜散 遜散這個要開到一定的程度 然後呢 你才可以去採 你才可以採他 如果採不夠 或是採探 就是他已經全開了再採 就沒有價值了 這個就是想要試著去 幫他解決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目前還是一直贊助的 然後但是更大的問題是 就是栽採設備的設計跟腦筋整合 然後就這個機械手臂 這才是天坑的 這才是最困難的地方 不過目前的話呢 我們計畫就是先用一些 object detection的方式來看 object detection是否真的有辦法 超越那些難民 我預期是可以啦 因為我自己都超越那些難民了 因為我自己都超越那些難民了 對啦 對啦 預期是可以的 對沒錯 好 為什麼大家仔細看喔 這方面這裡有三隻香菇 你們覺得哪一隻香菇可以採的 最大的 左下 左下不是 最大的又不是 中間 我公布答案中間這一隻才是可以採的 其實對大家來講啊 可能真的是比較難判斷 可是 欸 可能我啊 這很久以前 剛加入這個社群的時候 有稍微自我提醒 我本身過去是學植物的啦 然後只不過是 一直都有在寫成 所以後來就真的轉行做軟體工程師這樣子 所以就是 我對於這種生物上的判斷 其實還算可以 沒有這個一看就是要中間這個可以採 沒有沒有沒有老闆是這麼說 我都有跟老闆自己採的 我都有跟老闆自己採的 對啊 窗門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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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他覺得我已經屌打濃郁了這樣子 不過當然就是有一些 有一些case是老闆覺得應該要採 或是有的是鑑魚科採可不採 因為那個開熱程度有時候就是不一定 像你現在可以採喔 不是現在不能採 可是說不定12個小時之後又可以採了 因為他12個小時又成熟了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想要採用機械設備的原因 當你有這一種機械設備的話呢 第一輪看過去隔幾個小時 又再看一輪啊可以採了 這個價值又提高了 可是以現在農民在採的狀況呢 科採可不採就採了這樣子 可是實際上呢 他比較不可以採用價值就減低了 然後就是我們未來是希望做的 就是這樣子 可是你現在是這張照片 可是實際上整合的時候 機械手被整合的時候 因為你那個bombing box預設的座標 跟你實際上機械手被作動的座標 應該就有一個 對沒錯 誤差範圍 對會有誤差範圍 而且其實還有一個很大很大的坑 是深度 因為呢 因為我們這個只有XY而已 但是其實手臂伸進去要伸到左伸 才抓到它這個深度還是一個問題 看到嗎 不曉得我們接下來可能會試著用一些深度攝影機來看看那樣子 不過問題是比較之後的事呢 因為其實現在光是Labelβ就有點顯憨了 對啊 對啊 大概就是怎樣做 光是套牆的 就是說你們是直接這樣子YOLO進去之後就面試說這個出來才有 喔我們還有看你這樣寫中文啦 我們還在Label的 不過到時候寫後的確也就是YOLO的感覺就是把這整張圖丟進去 然後呢出來 就幫你騙上哪一邊是哪一邊這樣子 所以都是香菇 可是有香菇會採 有香菇不會採 對沒錯 這就是香菇比較好人厭的地方 像我們大家吃到金針菇 金針菇是可能一個太空包長出來 無論長得大小 它就這樣你機器這樣橫切過去 就採起來了 金針菇是這樣 可是香菇不一樣 香菇呢 是一個太空包長了兩朵香菇 這一朵可以採 另外一朵不能採這樣子 對啊 然後其實香菇的價值算是比較高的 而且他們是越賺越多 不曉得為什麼 好像是最近吃素的人很多嘛 對啊 就香菇越來越好這樣子 因為吃素的人都會選擇 喔香菇也做素肉喔 香菇也做素肉喔 香菇也做素肉 對啊 吃的吃的 好的 那我就是 欸 請教請教 我用照片去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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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不過我到時候另外就是 要做機器 然後讓它自動發 所以可能會變成是流動的影像這樣子 所以呢 我會比較偏要用YOLO 是因為YOLO判斷比較快 可是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到時候會用RCNN 因為RCNN一定會變得更容易 不過因為我還沒有實際測過 到時候可能誤差會怎麼大 然後這個 當地板你去VETA的地方 會去多大 這樣子 如果Localization 剛剛我說定位會有問題嗎 準備好的定位問題 是不是都會影響 不過就是會影響也沒關係 因為呢 這個標記的FETA資料格式 我剛剛說的XOBOC 是共通的 就是我這邊標記好 我就與YOLO券一下 誤差太大 好吧我換RCNN 再送RCNN來券一下 這樣子 嗯 是 是 不是你是用粉絲的電子 對 你說是用香菇的散狀 對 對 你說用味道的話 是可以做的 味道沒有 味道沒有辦法 是聞不出來 我完全聞不出來 那你說農民 農民也聞不出來 農民也聞不出來 對啊其實就太坤包的味道 是無聊的味道這樣子 對啊 香菇療的味道 對啊 是 是 我還有問問 是不是 就是他的 如果說 比較小的 一定要他的 對 檢測效果不好 對沒錯是 那假設今天 S4是 G乘7 嗯 如果說他之前變成 4乘14 就是把那個格數 沒有越小 我覺得有機會 對 我覺得有機會 可以處理掉 那個類似的問題 那樣子 什麼東西 速度 對啊 就是速度的問題 什麼東西 就是速度的問題啊 沒錯 就是沒辦法 人生就是這樣 都是在取捨 對啊 就是你要速度快 可能就不太準 又要馬而好 又要馬而不吃 考慮是有一點可能 對啊 真的啊 真的啊 這就是人生 嗯 嗯 好 那就是 我有在朋友影片裡面放 URO的官網 其他有的官網 我們可以進來看官網看看 我那邊請教一下 你剛剛講的 這Fenray啊 它是在什麼樣的機器下面 跑出來的結果 什麼樣的機器下面 跑出來的結果 對 不然你剛剛講的 Rewrtime其實沒什麼 特別意義啊 這一點 我們還真的沒有去注意到 任何你都講到這一個 好像沒有 有 有嗎 它是用什麼機器的 泰坦 泰坦 喔不是啊 那是去呢 去皮膚 我以為你說相機 是泰坦 沒錯 我還以為你說的是 是用什麼樣相機去拍的 是泰坦 沒錯 泰坦 對啊 沒錯 可是其實 香菇的來講的話 我們要注意到 大神機的手臂說 真的把一張泰坦 插在裡面 那也都可以 空間應該夠大 可是就是 其實還有一些議題是說 要怎麼樣 把那個 模型縮小 到你的行動裝置上 也可以泡啊 之類的 這可能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這樣子 然後有其他的模型 可以就比較 什麼SSD啊 之類的 然後YOLO官網其實 我還蠻喜歡 它這個背景色的 然後還有那個 20年前網頁的風格 然後還有那個 20年前網頁的風格 對 對 20年前我在寫網頁的時候 也都是喜歡用背景的那個 對啊 是不是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官網 然後 還蠻有一個有意思的是 我這邊沒有帶大家實作嗎 一來是我是MacBook 可能沒有GPU 真的跑不動 二來是 我這個時候還在做很多標誌的工作 還沒開始跑 有原來解析 有一段一段他們 每天都說你出事好了 這裡為止有沒有 然後呢 每天都出事好了 很清楚的 非常清楚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這樣子 然後 然後叫你怎麼去寫這個 Lost function 哇 真的是我覺得 可以參考看看 就是對岸真的還蠻多 溫柔人的 我覺得可以不要排斥 用懷孔這樣 那這個 那個是在哪個 通宵上面 哪個通宵上面 什麼東西 是Blow嗎 好像是Blow嗎 我很相信 其實我們有仔細看 用Para 3還是Tensible 喔 沒找Tensible Tensible Tensible 對 OK好 那大家還有其他的問題嗎 欸我原本預計 一個小時 裡面就會結束 沒想到居然可以 大家討論這麼久 真的很謝謝大家 願意陰陰思考 大家學習這樣子 那還有一些問題嗎 那不然 不然我再給大家看 你的個人工想法比較好 因為就是那個什麼 我剛剛一開始有提到 我本身有在接案嗎 就是大家有案子 其實是可以討論啊 對啊 就是 可以看一下 看一下我大概做過些什麼好了 這是個人的詐欺嗎 就是本身APP做還蠻多的 然後像例如說這一塊 有被那個什麼啊 重販旁人推薦 可是重販旁人就是很多免費軟體的推薦 這樣子 對吧 然後就是 就是 Web也有在做啊 不過說真的 我Web就不是 比較偏貨 我到底也說真的 然後 IoT也有稍微晚一點 像例如說 還做了一個 啊不用用手錶 可是因為買了 Apple Watch 然後就不賴了 Apple Watch 還是比較厲害 對 然後也做了一些什麼 加了一些 Sense的 什麼 反正求求的呢 它是可以移動就是了 然後是一些玩具的東西 然後呢 Cable有稍微打一下下 然後呢 Hebran也有稍微打一下下 然後 對呢 就是之前我有在 人工智慧學校上播課 有興趣的話 大家可以去人工智慧學校上課 這樣看 沒錯的 然後目前 前陣子還有在做什麼 Line的機器的嘛 像例如說 這裡的Line機器 你可以控制指令 就是點這個PEG 然後就有一些關係 這也是幫你的朋友做的 然後還有 我們之前在人工智慧學校 然後還做什麼房價預測的 你知道輸入人家帝職 然後呢 就可以幫助人家 大概值多少錢 嗯 不過 這個有法律問題的 所以我只不能給他用 因為台灣有什麼 不動產護獎司法 你不能沒事幫別人護獎的 這個是為了法律問題 對 其實很無聊 那就是 所以不能讓大家玩這樣子 對啊 沒錯 就是工廠一下 大家都可以聊聊 對啊 教學校長這樣 OK 然後就是 交給摸 那種東西 對啊 對啊 剛剛那一段 還要記得 剛剛那一段 剛剛那一段 喔 你是錄影了嗎 欸對錄影了 我都忘記錄影了 是是 然後 我預告一下 就是下次我們聚會時間 是3月31號 就是有願望會講解 什麼 什麼 Nuron第一嗎 然後跟 Nuron第一 怎麼用主要去實現的套件 對 大家有興趣也可以 晚3月31下午2點 一樣在夢神里的地方 然後4月28日會有一整天的活動 那我們 兩位獎盒是在下午3點半到5點半的時間 那到時候會有活動 柯莉D上面會發活動 但是Meetup上面會發活動 然後再請大家幫我們下次 因為應該會有限制 因為今天請不下職播的 那那一天因為有拉線燈度 所以可以是免費參加的 這樣歡迎 好 那今天就謝謝大家 那柯莉麻煩大家一下小幕 我們在這邊一起照一張照 謝謝